嗨 我是寶可夢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先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也別忘了五星評價喔 今天的主題是 日本北海道雜黃旅遊分享 北海道你應該要吃的有好幾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海鮮 第二個就是燙咖哩也可以去吃吃看 然後第三是蒙古烤肉 那蒙古烤肉我在上一集節目 嗨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寶可夢卡好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的是 我在北海道旅行的第二個段落 上次跟大家聊過的是去 新野度假存的部分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 在雜黃部分的一些旅遊規劃 跟一些注意事項 那如果你將來有要往 北海道的方向去遊玩的話 這邊的節目應該可以 讓你有點參考這樣子 那第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選雜黃? 其實北海道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比如說 韓館你可以去看百萬夜景 或者是帶廣 比較偏遠的地方 其實好像也有 那個什麼動物園 可以看企鵝走路之類 其實都蠻多選擇的 那冬天跟夏天其實 有不同的風景 夏天就可以去看薰衣草田 或者是滑草之類的 有蠻多有趣的東西 那冬天大家比較喜歡去的原因 是因為可以看雪 那北海道的雪又比較特別 就是綿綿的 只要是心雪的話呢 你去踩它就會這樣陷下去 那蠻有趣的 所以這次我去神宮的路上 其實都在玩雪 很好玩 我會選擇雜黃的原因很簡單 就是它的交通位置是很方便的 不論我是要往北去小樽 或者是在市區裡面去買一些 紀念品啊什麼的都很棒 所以你如果是要去北海道玩 都建議你直接在雜黃 就是住個一兩天 那也是蠻不錯的 那我這一次呢 沒有去參與它的大通雪季 它的大通雪季好像是 到2月12號結束 我2月11號到了 我們就直接去西野獨家村了 所以沒有去雪季的部分 那雪季往年來講都是越半越盛大 那疫情這兩年比較慘 因為沒有人 所以他們其實就規模縮減不少 以前都還有什麼熱食區啊 你可以一邊賞雪 然後還有拿免費的東西吃這樣子 那今年是全部都沒 所以是蠻可惜的 那也期待就是2024年它的雪季 能夠更盛大 然後有東西可以吃 那這樣去玩就會非常非常的有趣 它是一整條的大通公園 那你可能要花個大概三四個小時時間 邊走邊看邊拍照什麼的 是蠻有趣的 那你可能會問一個問題 就是雜黃有沒有新幹線可以到 新幹線其實就是我們台灣的高鐵 所以你如果是去東京 那你要往北海道的方向走 可以 但是呢你可能走到韓館 好它就停了 那它目前呢就是有編列一筆預算 然後在興建從韓館接到札幌 就是這一段也會有新幹線 所以你以後就可能可以從東京進去 然後就搭這個新幹線就可以直接到北海道 但我個人覺得這樣不划算 因為新幹線其實蠻貴的 所以你在日本的話你會發現 你的住房可能還好 不會特別的貴 但是你的交通是非常非常昂貴的 所以我們之前在有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透過Suite卡 然後還有一些信用卡儲值的方式 你就可以稍微吃到信用卡的折扣 好這個也是提醒大家 你們可以做的一些省錢的撇步 但我們如果要去北海道的話 基本上還是搭飛機到新千歲 然後再從新千歲搭機場快線往北 它就可以直接到札幌了 好那如果你要往北一點 直接到小樽也可以 因為通常那條線的終點站其實就是小樽 但小樽其實說真的它就是一個漁港 然後呢就是觀光化 那邊有沒有什麼很厲害的住宿什麼的 我是沒特別去查 好基本上我現在出去住我會優先 以比如說五星飯店謝爾頓 或者是萬好等等的來做參考 或者是炒五星飯店 像四季或者阿曼 雖然說它會貴一點 但是你在飯店享受的品質也是不錯的 那在小樽基本上不太可能 那在札幌這一次呢 也沒有五星飯店 它頂多就是只有四星 好我想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我們這次入住 是JR Tower 這個日航酒店 它其實就是四星 它沒有到五星 不過它的服務也是蠻不錯的 它其實是在這個札幌車站的旁邊 有點像是鐵路貢狗 所以呢你不需要走到外面冰天雪地 你就可以到飯店的大廳 然後就可以check in這樣子 我覺得對於我來講 是很方便一件事情 如果你們在出外旅行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把飯店的這個地理位置 當作是一個首選 對於我來講我覺得 從這個地方為中心點再出去玩 很方便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這一次選的就是JR Tower 這是日航酒店 那我會這麼選的原因呢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朋友 他有跟我分享 他說他之前去北海道之後 他們就選了一個感覺上還不錯的 一個清廉旅館 他可能沒有到JR札幌這麼貴 但是呢就是他比較遠一點 所以呢他們就拖著旅行箱 然後在大雪中就是大雪分沸 然後土地泥令 就是這樣一直過馬路一直走 然後你也知道那個旅行箱 他在人行道上面 其實你比較爛旅行 他有可能就會壞掉 所以他就說與其就是拖著旅行箱 然後走了大概五六百公尺 真的是太折騰人了 就是不如找近一點的 所以後來我們最後還是決定 就是JR Tower 你不用去外面 就是大雪之中走路 直接走他裡面的連通道路 你就可以check in 這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那事後我們在札幌住了四天三夜 三個晚上的確是很方便 我們不論是從這個地鐵出來 我們都不需要走到外面去 我們就直接從裡面的連通道路 就可以直接回去飯店了 這是很方便的 那他的費用怎麼樣呢 這一次的費用我們住三個晚上 因為我們住的是禮拜一二三 其實是平日 所以他相對也比較便宜一點 那兩人房嘛 兩人房其實比單人房再貴一點點 單人房是更小更便宜的 那我們這一次三個平日的晚上 收的錢是一九三一一 其實大概是兩萬出頭 但是我在hotels.com裡面去訂 然後搭配Cube卡的指定網頁 它有一個填入指定代碼可以打九折 所以就變成是一萬九千多 那一萬九千多呢 我又刷Cube卡 因為他這個折扣是限定Cube卡優惠的 那我就是再拿到3.5%的回饋 像去年是在指定通路是有0.5%加碼 就是你有再解前一個月任務的話呢 當月刷卡都是3.5% 然後搭配他的活動是 那個月使用Cube卡 然後在hotels.com消費再多2% 所以我總共拿到的是5.5%小數點 所以刷了一萬九回饋 就是一千多點的小數點 因為它是外幣消費 所以在今年二月份的時候 我又拿到了一個3%的回饋 所以大概又多了多少 多了六百點 對 所以其實是拿蠻多回饋的 這對我來講其實這一次的住房 一萬八好了 你把它算一萬八除以三 一個晚上才六千塊 我就覺得其實真的是很划算 那你會問說你為什麼不在官網訂 或者是在其他平台訂 其實我們有比較過 Akoda沒有比較便宜 然後你在官網訂的話 真的比較貴一點 然後你可以累積日航的點數 它既然是日航酒店 那就是可以累積日本航空的點數 但因為我的主要的里程 其實不是在日航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花貴一點的錢 然後去訂日航酒店 累積日航的里程 對我來說並不划算 所以我就沒有這樣子做 所以這一次的入住 全部都是hotels.com 那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你接下來要去日本旅行的話 你的訂房紀錄 你不要只用手機 就是出示QR Code 它可能會找很久找不到 我會建議你就是你的 比如說Akoda 或者hotels.com的訂房紀錄 請你把它print screen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 就是存成PDF檔 然後把它列印出來 你把紙本的帶在手上 然後check in的時候直接給它看 它馬上就可以找到 我覺得這樣子是會加速你check in的流程 不然的話你可能就是只出示QR Code 或者你出示那個你的訂房需要 它可能要找很久 我覺得大家還是可以把這一招學一下 這樣子會加速你的入住時間 不用在那邊等半天 那這次日航住宿的特點呢 我們再跟大家整理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很方便 第二個呢 我們住房 它其實它的樓層好像是20幾層到30幾層 中間這一塊 它下面是其他的設施 飯店的設施只有 一樓就是他們的lobby 然後再來就是電梯就上去了 它的SPA是在第22樓 所以如果你要去使用它的SPA或方寮設施 或者是三溫暖的部分 你到22樓之後呢就可以入場了 但是它是需要費用的 現在是一個人要1800日幣 那兩個人就3600 我們連續三天去 所以就是10800日幣這樣子 我覺得它蠻划算的 因為你只要去使用它 它就會給你一個房卡 因為這個早上因為6點以後 他們會開始營業 但是沒有人 所以它是採取你自助式進場 所以你的房客房卡 其實在早上是不能夠來這個樓層的 但是因為你有去做晚上的使用 它會給你一個房卡 那這個房卡呢 你就可以逼了之後呢 直接到22樓 就是直通22樓這樣子 那因為他們東西都整理好 就放在那邊 所以你不需要再經過櫃台確認 你就可以直接去泡湯了 就是泡一個早上的湯 我覺得這個也蠻不錯的 它真的就是湯了 不是像之前星爺杜利湯村講的 它就是熱水這樣子 那等於是1800你可以用晚上跟早上很好 所以我就是晚上大概9點多10點去使用完 然後回房休息 隔天早上6點半起床 馬上就跑去泡湯 然後泡到大概7點出透 就是早都洗完了 然後呢就去上面吃飯 我覺得這個也蠻爽的 這個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第三個就是我們定的房型是有附早餐的 連續三天都有早餐 他們好像有三個餐廳可以讓你選 好像是在35樓讓你任選這樣子 我們後來都去吃這個西式的buffet buffet裡面東西就非常的豐富 它我個人覺得它的豐富程度不亞於 就是星野度假村的那些早餐 它其實燉的東西很多 如果是麵包 麵包大概有六七款 然後呢它還有我最喜歡的湯咖哩 我們都知道其實湯咖哩 它可能都會用一些稻谷去熬 所以素食者不能吃 但它的湯咖哩就非常的簡單 就真的只是那個很稀的咖哩湯而已 但是蠻咸的 所以你就可以沾它旁邊的什麼 紅蘿蔔啊 然後還有那個蘑菇 或者是花椰菜 青花菜啦 它有青花菜 所以它有四種料 你就可以就是沾著吃 這是蠻特別的 所以如果你去北海道 你應該要吃的有好幾種東西 第一個就是它的海鮮 那稍後會跟大家分享 就是北海道有哪些可以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湯咖哩 你可以去吃吃看 然後第三是蒙古烤肉這樣子 那蒙古烤肉我在上一集節目 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以這次我在雜黃 就沒有特別去吃了這樣子 所以住日航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以後如果我去其他城市 我需要住的是商旅 那我可能會優先考慮日航 日航這次的服務品質 其實都蠻好的 所以我個人覺得蠻推薦的 那也不貴啊 因為才六千塊 也許大家的預算 沒那麼高 可能你們一個晚上 可能兩千到三千 就覺得OK了 但如果你有多一點預算 想要過舒適一點的 住房生活 那其實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 新千歲到雜黃 到底要怎麼做這個切剝 通常 如果你是以雜黃為中心點 那你可能就是一開始 下飛機就直接去雜黃 那這個很簡單 就是你一樣 飛機下來之後呢 你拿著你的行李 到地下一樓 他那邊的JR 綠色櫃檯 你就可以請他幫你畫位 如果你不會去操作 那個自動販賣機 你就請他們幫你買就好 跟他講清楚你要去哪裡 比如說 你要到機場快線 你要到雜黃 你就跟他講 他就會幫你畫好票 那因為機場快線 其實好像每30分鐘 40分鐘就一班車 很快很多 所以你其實就是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趕不到 他其實班是非常的頻繁 很多 然後重點是可以刷卡 所以呢 如果你有一些JCP的卡片 你要到現場去累計你的刷卡 事數實際刷卡嘛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 只要在日本的消費 其實很多的信用卡 都是有這個額外的回饋 比如說中信賴配卡 地季以前呢 就3月31號以前有 這個4.5%回饋 那台北富汗Costco 聯名卡有針對海外地區 消費的實體同路有高5%的回饋 這些都是你可以參考的 那我自己用的是什麼 我自己用的是 國泰世華CubeJCP卡 這個真的每次都還要再 特別拿出來炫耀一次 就是你如果早期 是國泰世華百金卡 你就換這張卡片 那這張卡片 這時候來日本用 真的很好用 那如果沒有的朋友呢 你用CubeCart MesaCart 或是Visa 其實也都可以拿得到 海外5%的回饋 那每一季 這個活動期間可以刷 3萬塊錢 算是蠻夠的 第四點 雜晃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剛剛有講了 就是湯咖哩 你一定要去吃 那其實像李小鹿裡面呢 有一家在B1的湯咖哩 你用這兩個關鍵字找 你就會發現 有很多的部落客 跟很多的網紅YouTuber 都有介紹 那那間原本我以為是素食的 但是後來有一些素食的YouTuber 去了之後才發現說 它的湯其實是裡面有雞的成分 那我當然不會去吃啊 所以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沒有辦法去吃到這個方便素 但如果你是昏食者 那他還蠻推薦的 然後因為真的是蠻濃郁蠻好吃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 那另外一個就是海鮮 畢竟北海道靠海嘛 它有非常多生鮮 那尤其是它不會發生像我們台灣的漁港發生的事情 就是你跟他祝母你要這一隻蟹或這一隻蝦 結果呢你去位置上做好 他就給你一個冷凍蝦 那你吃起來就會粉粉的 就知道這東西是不新鮮的嘛 但是日本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像我們這一次去的 我要推薦的就是蟹本家 那蟹本家呢 它是在TOKYO百貨 就是東極百貨的對面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招牌 那這一次蠻妙 因為我去吃是禮拜一的晚上 那我發現說六點多去的時候 跟他說我們要定位 他就說你可能要等一個小時這樣子 他們可能客人很滿 他那一棟 他們自己本家的本店有七層樓 其實一整棟都是他們的 我沒有想到生意居然有那麼好 那我們就先預定了之後 我們就離開了 我們就去旁邊逛街 想說要等一下 結果我們想說等到七點半點太晚 就七點過去 七點過去之後 發現前面還有一些人在詢問說 可不可以就是定位 可能七點還有人要吃嗎 結果他們店家都我們打發走 就沒有了沒有位子了 那後來我們去之後呢 他們就說我們剛有定位 好那他就叫我們等一下 就帶我們上去 所以其實真的是要提早定位 你才有可能會有位子 有時候他們不是因為 他們非賺錢不可 有時候就是說 他們覺得人數差不多滿了 他就沒有要再接了 好所以這個是蠻微妙的 那蟹本家呢 他蠻特別的是 他的一樓呢 有一個大的水池 裡面通通都是帝王蟹 超多蟹的 好像對於這個吃素的人來講 當然看人會覺得 有點毛毛的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吃海鮮的人 你看人會覺得很開心 因為都是新鮮的 那絕對不會給你假貨這樣 因為日本只要你一做假 被消費者發現 其實他就不用營業了 那像他們經營了這麼久的老店 其實真的是老少無妻 好 那這次比較特別的是說 我朋友他多年前 他曾經去吃過一次蟹本家 他這次去他是要再回味 那因為我們真的是 這個台灣人不會講日文 所以他們店家來讓我們點的時候 頂多就是給我們Menu 然後讓我們看嘛 看圖點嘛 這是最簡單的 那後來沒有想到說 他們居然請了一個 可能旁邊的那個就是小幫手吧 可能就是他們那邊的工讀生 然後幫忙在料理一些食材的人 他就跑來跟我們講話 沒想到他是安徽人 就是中國安徽人 然後居然就是可以讓我們 就是好好的用中午去點菜 然後他也很熱心的跟我們講說 如果你要吃的是一個宴席 大概要兩萬日幣 然後你可能要吃三個小時 但事實上你裡面有非常多不同的菜 可能有生魚片啊 可能有蝦有蟹啊 但你可能不喜歡吃生魚片 他覺得說這個東西可能比較貴 不適合你 那你如果想吃什麼的話 你可以用單點的 然後你可以吃得到 比較多你想吃的 所以後來我朋友他點的是什麼 他就點了帝王蟹的蟹餃 帝王蟹的蟹餃可能兩根 就六七千日幣了 其實帝王蟹蟹餃不便宜 然後再來他喜歡吃蝦 他也叫了一盤蝦 大概一兩千日幣 然後還有一個小布小布 那這個小布小布的話 如果你用的是帝王蟹的蟹餃 那他又要再多一兩千日幣 所以他後來選的是雪場蟹 你們如果有聽我之前分享過 這個秦山日本料理 其實這些食材都是台灣吃得到 但是台灣就會非常非常貴 日本的話的確是相對比較便宜 那他有再加什麼六碗日元 他最後就給你一碗飯 然後把你的粥呢整個精華 就做成了一個黃金粥 這樣子 然後這也是月兒彎彎 之前跟大家講過黃金粥 就是最後再打一顆蛋 然後組成一碗粥讓你吃飽 偷偷加起來才多少錢 我的部分我吃什麼 可能大家會很好奇 其實我的部分呢我吃的是蕎麥麵 它真的剛好有一道就是素的 蕎麥麵沒有任何的肉在裡面 那我朋友就吃了就是大魚大肉 然後我就吃蕎麥麵 加起來才多少錢 才一萬五千日幣 所以其實沒有非常的貴 我們這一次去北海道吃最貴的 居然是蒙古烤肉 然後那是比較高級的牛肉 就是花兩萬五千日幣 所以如果你的預算有高有低 其實你都可以做不同的搭配 我說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不用覺得說 我去那邊就一定要吃到 多貴多貴的料理 其實不會 就算是吃螃蟹好了 你也可以有便宜的吃法 然後你也可以吃到很多你想吃的 對 好那我自己看 我就看說 這東西真的有那麼好吃嗎 我就是還是非常的存異 但是他就說蟹肉就是有一種鮮味 那他也沒有辦法形容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們也吃過肉 所以他沒有辦法用素食的食材 來跟我形容那是怎樣的味道 但就是新鮮好吃 很多時候那些海鮮其實 只要是新鮮就夠好吃了 那最怕的就是吃到不新鮮的料理 這樣子 那你在北海道還要注意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一定要吃的 那當然就是冰淇淋製品 因為北海道產奶嘛 然後他們也有洋蔥 然後也有馬鈴薯 所以這些相關製品 都會非常的香濃跟好吃 我個人覺得最好吃的就是 在新野度假村 那個森林的餐廳 它裡面的那個牛奶冰淇淋 就是小朋友最愛吃 我吃也真的是覺得很神奇 你下次去吃的時候呢 你可以把它拿來沾不同的甜品來吃 就像我們有時候吃蛋捲冰淇淋 有時候會用薯條來沾嘛 這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也可以發揮你的創意 然後把這個非常好吃的牛奶冰淇淋 跟其他的東西呢一起做搭配 你會得到非常不一樣的味覺體驗 但我在雜謊 其實我就沒有特別吃了 說真的 因為我們在外面行走的時候 真的都是那個大雪 就往你的身上打 有時候飄得很漂亮 但是有時候雨雪真的下滿大的 你那個天氣很冷的情況之下 你真的是一點都不想吃冰 好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在離小路的路上啊 真的是有人在賣冰淇淋 可是我們看看我們就過去了 我說真的 我覺得好冷喔好冷喔 然後那個手套戴得很緊 然後就趕快去往下一家店去買東西 所以就我們在那個雜謊 其實都沒什麼吃冰淇淋 那如果你想要吃的話呢 除了露天攤有在賣之外 就那些商店街 其實你也可以考慮去這個Lawson's 或者是小七啊 全家這些日本的便利商店去尋寶 其實也有 但是我覺得他們的美味程度 完全都沒有辦法 就是跟星野杜家屯那些新鮮的冰淇淋相比 所以你還是這個 稍微有機會就多吃一點 因為星野杜家屯那邊真的很棒 那另外一個你必買必吃的 就是昆布 其實這幾年 我自己花比較多時間在下廚的情況之下 我發現說素食者呢 真的要做到好吃 很重要的就是高湯 那昏食也是一樣 所以昆布基本上就是我每一道菜都會用的這個高湯 那我們在好市多買的 可能一大包的白海道昆布大概300多塊錢 很OK 但是呢 我這一次去白海道之後呢 我在那邊買了一次道地的 在市場裡面的這個昆布 當然也不會很貴 然後它的味道是更好的 因為畢竟它是產地直銷嘛 所以你如果喜歡做菜喜歡煮菜的 你可以在這邊買什麼 可以買干貝 那也可以買昆布 那我跟你講喔 在超市也有 超市當然可能跟我們台灣Costco的價格差不多 所以我建議你如果你有去小樽 你出了小樽車站之後的左手邊 他有一整條的傳統市場 那這個傳統市場裡面呢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昆布跟干貝 那你就可以貨幣三家 然後去買這樣子 好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錯的 那我這次就至少買了一兩萬日幣的這個昆布 那甚至我在小樽的商店街裡面呢 欸也有人在賣 那我後來發現 早期就是我以前我朋友來日本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沒有疫情 所以所有的商店呢 都是這些奧米亞給讓你隨便吃 比如說一個年輪蛋糕 他就是給你切四等份 一個就是四分之一的大小 你吃了你覺得好吃你就會買 我這個以這個心理學來講 基本上就是餅複效應 你吃了之後你就會覺得說 這東西好好吃喔 這不買不行 或者你又覺得不好意思 你就會買了 像這一次我在小樽的路上呢 我們就是有一間剛好都是賣昆布的店 那他進去他知道我們是外國人嘛 那我們就是看看感覺上沒有要買 然後他就使出了殺手箭 他就是把那個昆布糖拿出來 然後就讓我吃一口 吃一口我就買一包 然後我朋友就吃了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他也買一包 你就知道這東西多厲害 就是你要讓人家試吃啊 試吃越多他就買越多 這是這樣 後來我們在那間然後買了兩三千日幣吧 不多 但是呢我覺得商家也很開心 然後我也可以刷卡 這不是很快樂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的話呢 多多試吃多多買 你會非常的開心 那第五個問題 在雜謊有沒有什麼推薦的餐廳 好我這邊有簡單做了一些功課跟你分享 其實我說真的 我們到後來就沒怎麼做功課 所以我們就是隨意而安 然後知道說 在里小路有一兩間我們可以吃的素食的店 我們就出去玩了 那在神宮附近有兩三間素食餐廳 我們也就去了 我們確定小樽那邊沒有素食的店家 所以頂多是吃下午茶 所以我們就去了 所以你如果出去玩是一個非常嚴謹的行程的話呢 你可能不會就是像我這樣這麼懶散跟隨便 但後來我覺得其實這樣子也蠻開心的 比如說我們早餐呢吃日航酒店的buffet 喔那就很好啦 因為雖然說連續三天它buffet的東西都差不多 但是呢它的東西非常豐富 有我喜歡的湯咖哩 它裡面有什麼 它也有飯 它也有粥 然後也有這個味噌湯 然後也有蕎麥麵 那甚至西式的蛋包飯啊 那叫什麼 歐姆蛋 好 太陽蛋 很多然後有一整區都是水果 然後還有這個沙拉 你可以選擇一天就吃三分之一個部分 然後呢另外一天再吃其他的部分 你就不會膩了啦 我通常第一天就吃最多 然後第二天就是只吃某個部分 第三天就吃另外一部分 不然其實你也是會膩 但對我來講 它非常的豐盛 它就可以讓我一整天的早上呢 就有很棒的元氣 然後可以出去探險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飯店的早餐呢沒有不好 如果你想省錢可能不適合 但是如果你想要方便的話呢 其實飯店的buffet早餐是很好的 那再來外面的部分呢 就看你要去哪些地點來決定 像我們這次在神工的話呢 之前好像有跟大家分享過 我們是禮拜三去拜訪神工 那很多餐廳剛好都是禮拜三休息 我不曉得為什麼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沒有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所以呢看那個地圖就發現 啊它店修好那沒東西吃 所以後來我們就轉而去另外一間 它是在地下一樓的一個壽司店 好就是日本料理店 那我在網路上看說它可以做素食的壽司 但我們進去跟他講說我們要吃素食 然後他就嚇死了 因為就是用那個很簡陋的英文跟我們說 要很久很久很久 我就不太懂為什麼要等那麼久 後來想起來才是說 原來日本人他們沒有辦法斷出很難吃的菜給我們吃 那他們所有的菜其實都是要經過高湯去做燉煮 所以他的久的意思應該是說 他要幫我們準備昆布高湯 那他很怕就讓我們等太久了 但是我們溝通不了 後來我們決定就是好像沒有東西吃我們就走了 那時候當然是有點就是小小失望 但後來馬上就去搭地鐵 然後就直接到李小路去 我們知道李小路的七段那邊有一個Lohas的一間店 那他那邊呢就是素食都可以吃的 所以我就跑去那邊吃然後就非常開心 那那個地方當然就是點飲料啊 點一個套餐啊 然後呢拍拍照啊 就很爽這樣子 所以大家還是需要做一點功課 不然的話你可能 你去一個地方你會拜信而歸 你就沒有東西吃你就會不開心這樣子 那吃完 在李小路吃完飯之後 其實我們就從七段慢慢逛回去一段 其實他那個李小路 他的源頭 故事的源頭好像是說 早期在那邊啊 就是有時候會有禮包出沒 所以後來他們就把它取名叫做李小路 那也有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那邊 其實他在旁邊有一個叫做柏野的地區 他其實是比較風化一點 就有點類似是有一些PUB啊什麼的 那有男生啊女生啊 其實在那邊 其實你可能就有機會會有性交易 那邊比較混亂一點點 但是觀光客比較不會過去那邊 但那邊的住房其實就比較便宜 那離李小路這邊其實也不是很遠 所以那個李小路也有另外一種說法 是說可能是狸貓 然後就是幻化成一個女生 然後這樣扮演的出來啊 這樣之類的 這是一個蠻有趣的傳說跟故事 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去找來看這樣子 那李小路他有一段到七段 你的地鐵的地下鐵上來 大概是三段到四段這點 那我朋友講說第一段不用去看 因為沒有東西 那是第二段到第五段 這是他的精華的第一段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店家 你都可以去買 比如說你要買奥米亞給的店啊 很多都是那種紀念品店 就是全套都有 你在裡面一次買起就好 然後還可以一次扣稅 我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你要買紀念品 你不要就是東買一盒西買一盒 因為你這樣你沒有辦法去做到節稅 因為通常你大概要單筆買 五千或是五千五百日元 你才能夠這個做這個免稅 你一次都只買個一盒兩盒 其實你沒有辦法去做到免稅 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 你等到某一天某一個時間點 就特別去買 然後最後再一起退稅 我覺得這樣子是比較划算的 像唐吉科的也是 我這次在雜黃藥妝啊 我來做一件 怎麼講 就是不是很專業的事情 通常你應該會在台灣出發之前 就把那些折價券在網路上就印好了 那現場他們只要掃QR Code就好 但我連這個都沒有做 那早晃藥妝結帳的時候 我們就拿一些維他命 然後一些該有的東西 我還買一刮胡刀什麼的 那有超過五千五百日元 所以可以退稅 那本來是一個日本的 日本男生要幫我們結帳 那後來忽然間有個歐巴桑 就把那個對方說 你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他來幫我們結帳 然後後來才發現說 原來他是台灣人 所以可能因為我們戴的是那個 有封金證券送的那個東奧的口罩 就蠻漂亮的 然後他可能看一看裡面 有中華民國的國會 知道我們是台灣人 所以他還幫我結帳 然後他就問說 你有沒有折價券 他說有我知道這種東西 但是我現在手邊沒有 他說你要不要上網找一下 那我就趕快上網找找找 那本來想說 我要去找這個孔醫師 就是那個旅日中讀者 他的部落格 他的粉絲頁上面應該有 但好像找太慢了 那我朋友就想說 你是不會在Google上面 直接打殺謊要裝折價券嗎 馬上就有了 真的有 然後就直接現場逼下去 就直接5%折扣 這不是很開心的事情嗎 所以 Google永遠是你的好朋友 如果你要到那個地方去 那你可以在結帳之前 先找一下有沒有折價券 像我後來我們在唐吉克的買東西 大概買到1萬多日幣 其實也可以退稅了 但是 我們就沒有用折價券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那他那東西買買就走了 那這一次去唐吉克的我覺得 我覺得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我們有去找Rimova 我們都知道其實 日本的Rimova 非常便宜 因為匯率的關係 所以很多的外國人 尤其是台灣人 都跑去那邊狂掃 所以我們到那邊去之後 我們就問雜謊 就是 李小路上面的那間唐吉克的說 有沒有Rimova 有些日本人可能聽不太懂 沒有辦法幫我們 但後來有一個比較直聲的 就說我帶你去 好就講日文 然後我們過去那邊之後 他就只剩下兩個 登機箱是Rimova的 但是他的顏色是深藍色跟粉紅色 就很不喜歡 因為我們要的就是銀色的嘛 對不對 然後就沒有啊 就代表說被他掃光了 那就非常非常可惜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要去日本掃貨的話 請你要盡早去 你才能夠買到非常非常便宜的Rimova 因為這在台灣都非常的昂貴這樣子 那我自己就沒有買到就蠻可惜 所以這個是蠻有趣的 你可以在雜謊有好吃的餐廳 然後也有好玩的地方 那要再跟大家分享一個景點 就是被阿道神宮 被阿道神宮非常的大 就是他站地蠻大的 然後我覺得這次去蠻特別 是他們剛好有一個儀式在進行 那我們過去的時候剛好他儀式結束 然後所有那些穿日本神道教的那些服裝的人 就是剛好漁館然後就離開這樣子 對我來講就是有看到一眼 蠻特別的 那後來我們就在旁邊拍照啊什麼的 如果你不太知道怎麼取景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做一個參考 就是旁邊如果有人拿大炮 或是比較專業一點的攝影機 不論是情侶 他可能除了幫對方拍外 他們兩個會自己拍的 他們的腳架又站在那邊 你往那個方向去拍就是對的 你就照著他們方向在旁邊一點 你拍出來的就是好看的景 我們後來就這樣說 他為什麼會那個方向 結果我們就自己這樣子 稍微站近一點這樣拍 真的很好看 所以如果你不太知道怎麼取景的話 你可以看看別人都怎麼取景 不是觀光客取景 而是那些可能稍微比較專業一點的人 他們取好的景 你等他們走了之後 你再去拍其實都很好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特別的點 那北海道神宮那邊呢 他其實也可以就是抽籤 像我這次籤啊 他好像有四個運勢好到運勢不好的等級 就是衰馬 然後小級中級大級之類的 那我就抽到一個小級 就是沒有到很好 但是就是還OK 那我抽到了一個 那個平安府裡面就是一隻金色的龜 就代表是平安龜來嘛 那我朋友他抽的話呢 他抽到的是大級 那他裡面呢 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服的形狀 好像也是跟平安有關的 所以你可以花個100日元 然後去抽一個小小的錢 然後把它當作是一個護身符 放在身上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那旁邊的那些紀念品 你覺得有沒有必要買 就是你自己決定 這個是可以去走走逛逛的 最後呢 JR雜晃站附近啊 他有非常多的百貨公司 比如說那個雜晃日航酒店下面 他就是Stella Place 那他的對面呢 就是大碗百貨 所以等於是中間是一個雜晃車站 然後他的右手邊 面對南方的右手邊呢 就是雜晃百貨 然後跟他下面的Stella Place 那另外一邊呢 就是大碗百貨 我不然以為想說 大碗百貨感覺比較高級啊 應該比較好逛吧 結果他裡面呢 就是人蠻少的 然後就讓我逛起來 就覺得有點無聊跟空虛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他下面的 那些地下街去看啊 發現他的超市的東西 其實都沒有Tokyo好逛 我就會覺得說 唉 我果然是喜歡Tokyo的 對 Tokyo百貨呢 他那邊不僅是有J卡的 伴手禮可以兌換 然後他的東西又物美價廉 然後人又親切 東西又便宜又好買 因為我們買到最便宜的草莓 其實就是在Tokyo百貨那邊 他是左鶴 他是左鶴那邊產的草莓 他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左鶴草莓大概一包小一點的 裡面大概五顆很大顆的 只要是大概是要800日幣左右 但是因為我們隔了兩天再去 他就降價變成是699日幣 649再加上稅金之後就變699 還是很便宜 然後又很好吃 你不需要買到1500日幣的 你就可以吃到很好吃的 所以我個人推薦就是 你喜歡吃生鮮的 你一定要去他們百貨公司下面去逛逛 他那邊有非常多的蔬果 那也真的都是當地的價格很不錯 那大碗百貨呢 其實就被我秉除在外 因為我說真的不好逛 然後也沒有什麼好玩的 我本來對他滿心期待 想說大碗應該很厲害吧 結果沒有 那Stata Place也是 我們本來有一餐 晚上是要在這個美食界裡面去找 但我找半天之後發現說 其實素食不多 難道要我去吃鼎泰豐嗎 因為他那裡真的有鼎泰豐的那個 雜黃店 我還想想說還是不要好了 就這樣不是被人家笑死嗎 就是去別人的國家 居然是吃自己國家的那個店家 後來就吃別的這樣子 那吃素的話 其實你還是要做一點功課 畢竟百貨公司裡面唯一能吃的 可能就是義大利麵店或者是披薩店 這個就一定有素食 像瑪格麗特之類的 但是你就要看你自己可不可以接受 都不貴 其實好像吃一餐下來好像才多少 兩千日幣吧 就兩個人 那你多點一點當然就兩三千 但事實上其實都蠻便宜 那一道菜大概都是一千出頭而已 所以我覺得要簡單省錢的玩法 其實也是有的 但是你要吃昂貴一點的 吃好玩的也是有的 好 那最後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結論 我在雜黃所做的消費 百分之九十九都可以刷卡 唯一例外的就是我在小樽 小樽的那一條市場裡面 其實他們也都是很現代化 都可以讓你刷卡 但是可能他那邊的人 不想要付手續費給那些銀行 所以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這邊只收現金 所以我就只好給他現金 因為我們東西都挑好了 我們買了五六種的昆布 然後還有一包干貝就是一萬八千日圓 那一萬八千日圓其實也沒多少錢 所以後來就給他這樣子 就不要壞了自己的玩性 除此之外的話呢 我在把握公司 在那些所有的店面 尤其是小樽裡面的店面呢 通通都是可以刷卡的 那我也跟大家做個補充 在小樽呢很好玩 因為他有一個運河 那運河的話呢 因為是下雪的關係 所以你就是等於是走在水旁邊的小步道 小步道裡面通通都是積雪這樣子 然後你走到末端之後 你就可以拍個照 然後就可以往商店街的方向走 那那條商店街非常的長 他裡面有賣什麼 哈密瓜雙麒麟 那邊的冰你也可以吃 那再來就是他裡面有賣很多的 他們那邊的手工藝品 比如說他們有那個漂亮的玻璃杯的製品 那個都有在賣 然後還有什麼 我有看到有賣昆布的嘛 然後很厲害的是像六花亭 然後還有這個 我在那邊都買了少的紀念品 但最後我才發現說 其實我買的根本就不多啊 因為就是回來送一送公司同事 然後朋友就沒了 所以呢 記得你如果要去玩的話呢 可以多買一點 因為我完全都沒有想到 要幫自己多留一點 所以最後其實 自己沒吃什麼東西 大部分都送光 那六花亭的那些餅乾啊 那個很經典的 那有點像夾心餅的 葡萄啊 奶油在裡面的 很好吃 請你下次去的話呢 一定要去買 你可以在六花亭的本店買 那你也可以在百貨公司下面有 因為百貨公司裡面全部都有 好 那真的是很不錯的 延續我們剛剛講的結論 這個刷卡的部分呢 要帶什麼卡比較好的 我會建議大家呢 在日本盡量使用JCB卡 因為JCB卡現在有活動嘛 就是實體刷卡 每一張卡片五萬日圓 都可以拿到五千日圓的 10%現金回饋 那你搭配信用卡的回饋 可以拿到最高15% 16% 像集合卡就是有5%加碼 所以最高就是15% 或是CubeJCB卡有加碼5% 所以就是15% 那這一卡的話呢 就是有3%加碼 或者是再多2%要登陸 你這個如果有的話呢 一起做combo 都是很高的回饋 那4月16號之後 有沒有活動這個不知道 就要看JCB發卡組織 有沒有在舉辦活動 但我個人推測應該是有的 畢竟這個 會讓日本的簽账金額 就海外簽账金額 大大的增加不少 所以JCB他為了要讓自己的 這個業務推廣 應該有機會再下預算 然後再做其他的活動 我們也會持續跟大家更新 但是我下一次去日本 可能就秋天 我可能就會一心懶散 因為我們要去嘛 我幹嘛整理之類的 那如果你近期要去的話呢 也請你就是把這一集 仔細的聽完 或者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稍微知道一下 去日本有哪些好玩的 注意事項有哪些 或者是吃素的朋友呢 有什麼要注意的 就是這一集的內容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或任何的想法 也歡迎你到粉絲也思訊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 donate 都可以 我們有看到的話呢 都會在做節目 跟大家回報喔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一次見 拜拜 吧 了 不過 我們來 bending 吧 感谢观看